日文思天埗 大家好,我是馬克 大家好,我是車秀 大家好,我是哥力泰 大家好,我是柚子 大家好,我們中哲關 我們要感謝你 宋思天埗 天埗有按桶的 討論的那塊字 A D H D 沒錯 這禮拜小師Camp 讓你太多來關心 A D H D 高通 應用版 這禮拜小師Camp 你不就這樣也許會了 沒聽說 女朋友不會故意的 不會不會挑釋 因爲 她說抽到的A D H D 就有可能會發生壓力真的 A D H D 在準確立這條 韓國國土發酵症的英文售下 因為她說 注意的不足溝通症 一般來說 韓國就不會發生的 都他也都不會有真的 在腿板 還看有百分之一 都百分之七人影 是A D H D的平衡 用外抽到A D H D 都竟然出沒真空的答案 正經內容的偏偏 比賽 基因 反應 和沒有公共的人生結合 都會影響加長途 雖然竟然沒有 同樣的偏偏 沒有好實力 優惠 請在訓練 還未管理壓到好樂意 不過接受 還會不會輸動無解 今天 我是Camp 就要帶大家 共和人音樂 約7票 沒有了解壓到 沒有公共的朋友 沒有公共的經驗 過程 沒有公共的經驗 記得 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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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问他说你怎么敢一个人去打六个人 他说不是 因为看到他们班上有一个他们班的老大 在欺负一个小女生 他就去主持正义去保护那个小女生 有时候你会觉得说他们真的是很有正义感 可是其实也有人会觉得说这样的孩子很白目 你去告诉老师就好了 或是你怎么不会对外求援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想到那么多 他只会觉得说事情发生的当下 我好像这样子解决最快 他就去做了 根本都没有考虑到后果 不过默默次到七家和片仁独卷 他好到六个好去四郎茶 所以有幸迹的事情 记得不去做 一年级第一次 看到一些很分析的物品 就买了一个下来 结果说明书也不看就乱装 随便有自己的外心泡泡味 当然尊心 不过以前靠近过后 没有事有的 某某没吃到自己的清晰 过去三年 就是像那个老师在讲东西 就讲的瞬间会突然那个不知道在想什么 吃了感觉 就会很专注 然后呢很专心 不容易分心 就像这一样的 让我们三年 某某的两个 美梁太家 对ADHD的小朋友 而较会充满心 各位 后来就发现说 直接去制止他们是很不明智的 那后来我就换了一个方式 我觉得还蛮有效 就是我都会先问他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那就变成我们先去了解他的想法之后 你就会觉得说 原来因为他是这样子想 然后我们再把我们的观念 或是我们的想法 慢慢地去告诉他 某一天 可能半年之后某一天 那你会忽然发现 他的行为有改变了 大三人都在某种方式 最后有某种方式的方式 可能有某种方式的方式 不会想到眼泪也更好目了 现在能够更好处 某种方式的方式 你和某种方式 在某种方式的方式 是来自特殊教育现场的庄老师 大家好 谢谢老师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那待会有没有问题 我们再来请教老师 同时 希望台下重新和小某种方式 对哈勃来感到小关的 任务的商品 就是我们小欧记者团队里面的某子 那这一次谈ADHD的主题 我们透过某子 也透过某子妈妈的同意 其实某子本身就是一位 ADHD的学生 她也来到节目的现场 跟大家分享一下 来 欢迎某子 嗨 大家好 究竟在她们生活周遭 有观察到哪一些ADHD的特质 那某子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 我在看这个之前 我想要先请教你 你为什么会想要来 探这一季节目 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误解 ADHD的症状 然后而且大部分的人 我知道的有 都是几乎都只看她的负面 就是爱动 然后有时候会很冲动摔东西之类的 然后比较没有那么多人去看她的 就是ADHD 那个小朋友的 她可以做的就是好事 然后正面的事情 那我想借着有这次机会来 让大家对ADHD的看法不同 就是尽量往正面的方向去想 我们一般在生活当中 比较常听到就是用过动症 来代替ADHD 那我们可以就把它简化成过动症吗 当然可以 她完整的名称其实是 注意力缺陷过动症 那不过因为好像过动 这件事情是大家比较明显 可以感觉得到 这个小朋友的一个 比较大的特质 那事实上ADHD 注意力缺陷过动症 它是有三个核心特质 就是注意力不足 然后过动 然后冲动 对 那我想等一下其实 今天真的那个柚子真的很棒 可以来跟我们做一些分享 然后等一下可能小朋友也会有一些 这样子的问题 我们可以再继续深入去做一个讨论 那今天有专业的老师 有柚子 她是ADHD的学生 现场三位 首先可不可以谈一谈 你们在生活周遭 在你的同学里面 或亲朋好友里面 你可能知道或是你有好奇 觉得她可能是ADHD的患者 你有观察到她有哪一些特质 绿色的就是喜欢的是很投入 因为其实我常常看到 我以前有ADHD的同学 就坐在旁边 然后她在画画的时候 就感觉很投入 而且画得很精细 就常常看她下课的时候 有时候她就很认真在那里看书 然后可能有人叫她 都听不到 柚晨能不能谈谈你自己 只要是找到像是刚才说 看书就会很认真 只要我自己找到喜欢的书 或是找到我喜欢做的事情 那我就会去很认真的去看 或是进行那件事情 那基本上 如果这件事情一个好事的话 那我 就是也会受到同学她们的肯定 就是说我对于某些事情 是很专注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 上课时坐里南安 就是可能上课的时候 就是很想动很想动 但是是在上课 所以要专心 所以她就一直提起自己 一直提起自己 然后就是就坐定 可是还是会有点扭动 就很想要引别人注意力 然后就常常 找到可以说话的机会 就一直讲话 是 爱说话的话就是 我上课有一些已经听懂 我自己会认为太无聊 那太无聊的话 就想要一直找人讲话 那我也常常 因为爱说话而被骂 所以我自己有去吃药 就压抑 有帮助吗 吃药 有 我个人觉得有帮助 然后再加上我自己有 去想说 一直说话的话会不会有什么 然后会去影响同学 所以自己有 自己有去控制一下 那我觉得药物应该也是有 帮助到我 然后第三个就是 推人摔东西 可能 就是 那个症状同学 可能会比较冲动 然后一生气就开始 拳打脚踢 然后动手动脚之类的 马克你看到的呢 在橘色部分 摔人推东西的部分 摔人推东西 不是喔 没有摔人喔 那只有推人而已喔 摔人推东西 摔人推东西 然后 因为我就被他那个 摔过 摔过 他不是针对 人没有被摔过 东西被摔过 对 就是摔到我的头 容易冲动的话 就是我觉得 我自己会有时候会因为 芝麻小事去 就是去骂人啊 有时候真的会摔东西 可是那种我是不会去对的人 而且是可能是自己 私底下去 有点摔本子那样子 可是我通常不会去 攻击别人 就是自己发泄 对东西不对人 我跟柚子合作了 快两年的时间 一年多的时间 其实 在这一集节目之前 我都不知道 柚子是ADHD的 这个学生 那各位 也许是马克跟秀秀 也合作那么久 你在此课之前 你有想过柚子是ADHD吗 你有没有 秀秀 其实没有耶 马克呢 就从表面看起来 他是一个非常正常 然后聪明的人 聪明的人 对不对 那我想要请教一下 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 在这一课 听到柚子自己这样讲 想要问她的 当你 像是摔东西或 破坏东西之类的 你做件事情之后 会有什么想法 例如说 毁过啊 还是说 我应该 怎样 就是 摔东西的当下 一定是在气球上 所以不会想到那么多 可是 当我自己平静下来 我会去想为什么 刚才是为了什么 被骂 或者是被激怒 那如果 如果我自己 我自己啊 会去想到底是谁的错 是 就是 如果是我的错的话 我会主动 就是 去向她道歉 OK 好 来 我们先闪开 我们专业的来了 老师 到目前为止 包括几位小朋友 他们的观察 他们的生活周遭 以及柚子的质数 你有没有要 为我们补充什么 刚就有谈到说 当你问了 那他们做了以后 会怎样 事实上他跟我们 一般人一样 就是说 我们如果真的发现 我们做错事 或者是我们 发了很大的脾气 其实事后 我们自己也会觉得 不好意思 对不对 那我们的郭东友 小朋友也是 不会因为说 他很常发脾气 所以他都不会不好意思 其实是因为他 很难去控制他自己 那 所以他就发脾气 可是发完 他跟我们一样 他其实是会觉得 很不好意思 或者甚至是觉得 很懊悔的 好 老师到这边为止 我想要进一步 请下一个问题 我们刚才听到这个数据 大概有 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七 在国内来讲 是有ADHD这样的症状 那一百个 假设有七个 那现在一般 大概不到三十个 也就是几乎每一班 都会有机会遇到 一位ADHD的学生 我就会想要请教 为什么 有些人会有ADHD 那有些人不会 是有什么病理学 生理学的一些根据吗 ADHD的人 他们就是大脑 有一些天天上的一些缺陷 那可能最主要是在 可能是在额叶的地方 因为额叶最主要是会 掌控我们整个 所有资讯可能会到达额叶 然后再發出去 可是可能资讯进去以后 我常常会比喻很像一个齿轮 它的油如果没有很充足 就会卡卡的 所以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那当然还有一个部分 我们会觉得说 也会是造成说 现在比较多人听到 过冬症...的一个关系就是 因为像以前是 可能是农业社会 所以很多的精力 都到田里面去发现 因为你要做很多很多 劳力的事情 那这个对我们ADHD的人来讲 其实是很棒的 因为我们喜欢做东做西的 那可是现在你们想想看 你们是不是上完课之后 可能就要到安清班 然后可能周末还要去补个什么席 或者是晚上还要再接着上课 那你去想那个情况都是怎样 作者 那对我们ADHD 有一些这样特质的人来讲 就会很辛苦了 那没关系 我知道了 柚子以后 要搬布警的时候 我都先打给你 好不好 开玩笑 老师刚才讲到说 比方说额叶会影响到 有一些ADHD的症状 他可能额叶有缺损 各位有没有觉得自己 哪一个方面可能比较输给同才 不如同才 可能就是你哪一个脑的部位 可能是发育得没有那么好 有啊 但是我的音乐的神经 就非常不发达 要唱歌要吹自己 要做跟音乐有关系的时候 就一定做不好 觉得说好像自己数学怎么 有些题目别人很快就可以想出来 然后自己就 就是要想很久很久都想不出来 但至少你都想很久才想出来 我算很久我都没有想出来 我可能 有一点点过动这个特质 我也不太喜欢坐在室内 就是老师在讲课 然后在教室里面写写写写写 所以国语的写字方面 我可能 字可能写得比别人还要丑 听到其他三位小欧自己讲 就算不是ADHD 我发现好像自己每个人 都有一些不在行的地方 所以呢 每一个人就像刚刚各位讲的 你也会觉得说 你有很棒的地方 只是有很多需要加强的地方 那所以我们呢 如果能够尽量去看到 大家好的地方 然后呢 去包容他比较弱的地方 那别人其实也会这样子 来对待我们 来 老师刚好帮我讲到 我待会来介绍的重点 除了我们刚才看到 老师讲说 把好的地方凸显出来 包容自己 或是包容其他人 比较不好的地方 我们要介绍一个例子 就是他是一位昆虫老师 那他是 原本就是一个ADHD的学生 他现在长大 变成了老师了 他就很懂得 怎么样利用自己的优势 他是怎么做到的 今天我们下期见 拜 谢谢各位 台天场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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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我介绍 我是昆虫老师 那等一下我们先开始加一堆金龟子 这些金龟子 又来一只 蓝色 再抽一只 又来一只 用手就可以抓 你看我 收集各种颜色 我们等一下看 那我小时候就是 跟一般固动小朋友很点心 很耗动啊 然后很 没有耐心 可能不会整理东西 那晃东晃西的 所以这一部分当然 那个年代会被当成就是 很欠揍很皮的小孩啊 所以就会被揍啊 被妈打 被老师 但是我觉得说 对我到造成困扰 可能 比较轻微的是 因为我自己本身个性很乐观 一下就起飞咯 飞走了 有没有 我爸妈一开始 虽然当然很气 又揍我 但慢慢他们 还是不了解什么是ADHD 可是他们有去调整 譬如说常规的部分 并不是我真的皮 是我可能 能力是做不到 我的控制比较差 所以也很感谢我爸妈 他们很愿意去调整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后来 他们就慢慢 越来越了解我的个性 白点花金灰 你看 小朋友 好小朋友 我们来看这一个 这有一个窝 是什么的窝呢 蜜蜂 蜜蜂吗 没看到的举手 那个是哪一个 那个是哪一个 那就过来一点 这个是哪一个 从这边比较清楚 有没有发现这个窝 它被一个树枝穿过去 很像贡丸插在筷子上 对不对 好 土地太好过后 尴尬神山山康针 这家的沟通器 出带用油的道具 今天六成的研究 这家亲友亲自的作品 百分之类 别说用的紧张眼神 对 它的屁股也有针 不要惹它生气 惹它生气 它也是可以工作 过动的特色就是 喜欢的东西会非常投入 可能比一般人更投入 对 那这个部分对我来说 其实我很喜欢 这个部分的自己 其实我觉得小朋友 都很喜欢去发现 是动物 因为动物你无法预测 它会肥 它会跳 它会滚 在台湾就是最容易找到昆虫 所以我就会好喜欢去找 那除了喜欢找之外 因为我从小就很爱讲话 所以譬如说我发现昆虫 那我爸妈他们也很鼓励我 他们就买图件给我 让我去认识 下次我再发现 身边有谁 我就自己跟他们讲解 然后我也觉得很有成就感 好 来 轻轻的 它的臭脚 好 来 拨过的先散开来 让旁边 你会不会 因为他们顽皮 会有一点不耐烦之类的心情 要带小朋友 一定就要了解他们 我小时候也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 因为我很了解自己 所以可以了解小朋友 但是我基本 该有的规范一定会有 所以我不会是放任小朋友 当然如果基本安全控制好 我也不会要小朋友 做中规中矩 出来玩当然还是希望 他们有自由开心的一面 但是就是顾及到安全跟我们讲课 所以这是我会做到的部分 因为蜻蜓呢 它是抓昆虫来吃的 它在空中跟战斗机一样 小孩有感受到 亲家姓山对从来迎一请 韩国法里面 没希望到的小孩 对老七家的梯子 会比出来 我会和亲家姓山共用 好来 不要跳 一直跳楼 一直跳楼 大家技术很好 好来 不要动 我最喜欢是我看到他们的回馈 我很喜欢看到他们 因为我的课 小朋友看到嘴巴开开 然后听得好专注 或是笑得很开心的样子 所以我可以不会累的 一直在做这些事情 也许我长了一百场了 可是我只要看到他们的回应 这就是我最大的成就感 谢谢老师接两个小时的脑海 谢谢老师 好 拜拜 我想回到刚才我们看到 沁杰的例子 她非常的乐观 她是到了大学才被诊断出 确诊是ADHD 可是她利用自己的优势 爱讲话我就当一个 整天在讲话的昆虫老师 柚子你自己看 你是不是用不一样的角度 来看这个沁杰的例子 那你自己有没有什么问题 要请教庄老师 就是因为像那个沁杰姐姐 那她就是因为爱讲话 所以去参加这种行业 那我想问的是 像我们这种比较爱动 或是爱讲话 冲动之类的人 有没有比较适合的行业 可以让我们去做 就是跟其他行业比起来 做了可以比较久 其实每一种工作都可以 但是重点是我们要 其实我想 过动的小朋友 跟一般的小朋友都一样 就是说我们 其实慢慢去觉察自己 那不擅长的是什么 喜欢的是什么 不喜欢的是什么 然后你慢慢的往你 喜欢你擅长的地方 去发展 像那个今年奥运 那个菲尔普斯有没有 它事实上大家知道 它就是一个过动的人 如果大家搜索一下 就是它的故事也 它动得很快了 它也非常的精彩 可是它也不是 一开始它就 天生就是一个游泳高手 它也试过很多很多的事情 然后后来发现说 它真的很喜欢游泳 然后爸爸妈妈 也看到它的天赋 那它就真的很专心地 就是做很多很多的练习 所以可以得到金牌 美国的动物学生的基金童眼 比你朴实 教学跟他就本人端 有ADHD 社会上社工技 也成年 对我们的转型 做阴谋一件事 哈温真 在动物学生的 今天各位 联系的训练 还有记忆的要求 社会的经验 去参加 你老人新年 押上奥运 就得到的六年金牌 到今 记得得到 青岛奥运金牌的基金童眼 总共有二十三年 人家的群体本营英明 都有可能的ADHD的维他原本 口号方面 有分明上对我们的外形事态 台湾运家的外体生 送业方面 有提示你的冲牌 发的提示你 民国的冲牌 便宜贵子 二十方面 有法家比卡索 下国药运家 毛泽天 故事由ADHD的同学 没有去寻寻 去给大家做的 和你一起 当然这个跟我们讲到说 他们都注意力不足 可是为什么又可以 这么专心 其实我觉得我们 你去想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一般人 我们有没有 遇到有些事情 你没有兴趣的时候 你就没有很专心 有兴趣是你比较专心 那只是过动的人 他比较明显 他不专心的时候 就很不专心 很爱讲话 可是专心的时候 他就会非常非常的专心 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其实呢 你也不用担心 其实你只要找到 你很喜欢的东西 然后你就从现在开始 就一直去接触这个领域 然后慢慢慢慢 往这个地方去走 一定会找到 很适合你的工作 但是我觉得 就像邵老师讲 你的未来充满无限可能 你不用担心 好不好 我的工作你也可以考虑一下 一个礼拜要讲七天话 马科有问题 那个 像是说ADHD的学生 能透过什么方式来治好 他是说自学啊 服药之类的 他能治好吗 基本上ADHD 其实是一种障碍 那障碍呢 大家知道障碍就是一个 一直以来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障碍是 我们刚刚前面谈到 其实是大脑的一些 缺陷去造成的 他有药 他服药了 其实柚子他服药了 他会稳定 他比较稳定下来 那不是这样 他就没有ADHD 而是他稳定下来以后 他比较容易去控制他自己 或者别人在教他的时候 他比较能够把别人教他的方法 听进去 然后他再慢慢慢慢地转化成 他自己记得的方式 然后未来 他当他越来越稳定的时候 他不需要再服药 可是呢 基本上他是 我们 其实他可能 如果就疾病的角度来讲 他其实是不会好的 但是呢 这个障碍呢 在ADHD这件事情 可以因为 我们同学 老师 还有就是说 爸爸 妈妈 然后还有小朋友 自己的努力 让他这个障碍的影响 怎么样呢 不会那么地严重 然后慢慢慢慢地 越来越轻微 以至于你看他现在 你们都 真的没有感觉说 那来一年多的表现 好得不得了 对 所以就是说 服药当然有帮忙 可是其实服药 不是把它变没有 而是让他能够更稳定地去 控制他自己 然后去思考 然后呢 去学习 那有没有其他 不服药的方法 可以让自己 也达到服药那种效果 运动也是一个 可是那个运动 其实你就是要 每天要持续 然后再来呢 你的作息 其实也要尽量正常 刚刚我们有讲了嘛 就是我们比较 我们工作人员 他可能比较混乱 那所以呢 其实如果他的作息很正常 然后他就会 也会整个比较稳定下来 那就是睡眠要充足 因为其实注意力啊 学习各方面都需要靠 充足的睡眠 那如果我们本来就是一个 助力缺陷的人 你又睡眠不充足 这样就会很难专心 OK 今天非常感谢庄老师 这么宝贵的意见 从特殊教育的现场 带给我们这么多 丰富的知识 所以節目最后 也请到天使挑战的观众朋友 也可以各位好赏 和各位适合 从两次的节目内中 一块是在思考 鸟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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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带给我们看台记者的方式 那边有没有恐惧 今天想起来 礼拜的节目内容 欢迎感谢台阶的收看 下次礼拜六 下午六七点半 记得准时收听 社会思天鹏 生日快乐 在橘色部分 摔人推东西的部分 摔人推东西 不是喔 没有摔人喔 他们只有推人而已喔 以前是 可能是农业社会 所以很多的经历 都到田里面去发现 因为你要做很多很多 有劳力的事情 那这个对我们 ADHD的人来讲 其实很棒的 我知道了 柳子以后 要搬布景的时候 我就先打给你 好不好 开玩笑